我自己覺得作為一個區議員 首要的工作是反映民意 反映民意你就一定要知道民意 變成要多些跟村裏面的人 跟區裏面的人去溝通 了解他們的訴求 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我就去反映什麼 但是很多日常生活上的事情我要處理 例如最大件事的不外乎就是交通 和電訊網絡 這兩個是一個很重要很大的事情 要解決 另外區裏面因為有些發展 鄉郊發展 有人申請農地獻住宅 這些是很迫在微切要去處理的事情 這個抱負是什麼 抱負就是做好區議員反映民意 這個最基本的責任 不可以再做橡皮套章 一定要反映居民反映選民的意見 暴力沒有人想發生 但耳武制暴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各位觀眾 時代監定 如果用這歌 可以代表我 幫我為你教育 幫我為你教育 我示範 爹